这家公司的照片流程真的很奇怪 公司从不看迎聘者的简历 反而是要他们报告自己的生辰八字 甚至要精确到哪分哪秒 最后通过出事的信任 还必须用红笔书写自己的名字 并把自己的黑白照片挂在胸前 眼前的这位求职者名叫小杨 刚刚毕业的他 居然收到了本国最知名大厂的Alpha 大厂告诉他这次他不仅没有竞争对手 而且老板还点名让他直接当主管 这样优厚的条件 足够让初中毕业的小杨做着梦都笑醒 在经历了一场有点奇怪的招聘会之后 有些写媚的面试官直接宣布他被录取 而得到好消息的他第一时间约好兄弟吃饭 但面对着朋友被公司录用的消息 小杨的好兄弟却高兴不起来 面对着洗上眉梢的小杨 作为公司老员工的好兄弟神秘兮兮地告诉他 大厂的老板很迷信 而老板现在正在一个神坡的帮助下 给刚刚死去的女儿找男人配婚 面对着出口不详的好兄弟 已经飘了的小杨则根本没把他的话听进去 而只是以为他是单纯嫉妒自己的好运 此时的他总是无时无刻地想 凭自己的才能如何在场里大展宏图 然而第二天刚到公司 残酷的现实却直接给他泼了一盘冷水 在办公室里 高管告诉小杨不用负责任何具体工作 只要坐在公卫熟悉环境就可以了 在同事们怪异的目光下 小杨准备打开电脑找点事做 却发现公司甚至没有给他的电脑配主机 正当他准备打开抽屉看看时 却被不知道什么东西划伤了手 让他想不到的是 昨天的面试官居然闪现到他的身后 亲手帮他擦干净了受伤的血液 随后看到小杨还没有具体的工作 面试官就只派他去做班资料的工作 走在资料室里的小杨 满心都是愤慨和不可思议 为什么他作为受聘主管 做的却是分检和搬运的事情 但是他在意想 觉得这个任务是老板的考验也说不定 然而下一秒 他却在一堆资料里找到了自己的照片 随着照片的还有一张符咒和红笔签名 正当他对此摸不着头脑时 不知何时站在他身后的面试官 静止地抽走了他手里的文件 随后留下他一个人呆立原地 而过了不久 小杨的好兄弟对小杨的情况还是放心不下 且一向好奇的他早就觉得面试官很诡异 于是他便潜伏到面试官的办公室外 想着偷听一些面试官的谈话 令他倍感震惊的是 面试官居然正在和殡葬公司的人聊天 而他们的对话中还多次提到了小杨和婚礼 随后心神不宁的好兄弟 立刻给小杨打了电话 叫他务必注意自身安全并且马上辞职 而此时的小杨只把他的话当成风话 挂了电话就扑向桌子上的晚餐 然而到快躲一的他 却并没有发现 自己已经踏入了神坡提前设置好的法阵中 而就在当天夜里 依然睡觉的小杨没有注意到 自己的家里已经来了一位新的访客 而女人进的门来便直奔小杨的床铺 此时的小杨也已被房里的脚步惊醒 拍眼一看便惊讶地发现 一只阿飘正在向自己慢慢走来 此时的他下意识地想起神逃跑 但四肢却好似瘫痪了一样 无论他怎样用力都不动分号 有心无力的他只能看着阿飘向他靠近 然后下一秒 恍惚间 小杨仿佛置身于一间鼻子的魂房之中 而一名喜婆正站在他的身后 口中念叨着悲凉的喜哥 而坐在另一边的老板夫妇 正在坐着羊毛可不得祈祷 和巫婆一起住院女儿 能够得到永恒的幸福 此时想要逃离的小杨 还是发现身体不能动弹 而旁边的面试官 正在把他的鲜血涂在被绑腹的偶像上 而他面前坐着的阿飘 正是身着脊肤的老板女儿 眼见小杨流出了泪水 阿飘便把自己的手掌 缓缓地向着小杨伸来 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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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